就会是前面的这个字串 这个逻辑我想各位可以再思考一下 那怎么做呢? 第一个我用那个S 打一个S 点 点下去之后它有一个S 这个类别 S类别 String类别里面有个叫SubString 你就打一个Sub 有没有打一个SU 这边就出现了 SubString那你会发现呢 它这边有相关的提示 我觉得Ecalypus的真的优点 就是说它的开发环境都会有提示 那你可以看一下参数是 从Star到最后结束取字串 OK那我们就取取这一个 它Star从第几个?第0个 因为呢 正列是从编号从0开始 OK 那到哪里呢? 到end的特别注意是 我们用我怎么知道这个字串的长度为多少 那就是S点 它里面有一个属性 叫LAX 这个LAX指的就是说 这个字串总共呢 有几个 也字串的长度为多少 OK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字串的长度怎么样 再减掉一个 把它写回去 OK 这样的话 再 也就是说 重点就是说 从第几个 从第0个 到哪里呢? 到总长度再减掉1 那这样子来Run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呢 把它执行出去之后的话 那你在点它之后的话 它就会怎么样呢? 它就会有清除的动作了 OK 那这个地方重新砍拍了 清除 先不要 先点1 然后清除 清除 清除 那会不会再清除呢? 诶 诶 诶 这个其实重新砍拍了 应该 不过理论上 我这边好像应该 它没有重新砍拍了 好像也是旧的 理论上 再按清楚 它会把这个给清掉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还在判断什么? 如果 它的 这个地方还要多判断一个 就是说 判断什么呢? 如果这个 四串长度 逻辑的话是 小瓜糊 再给个大瓜糊 OK 如果什么呢? 什么逻辑? s 点什么呢? 点lex 就是说呢 我的 这个字串的长度 也就是说呢 这个电话号码里面有几个字 如果有五个字的话 如果有五个字的话 就是小于 或等于五的时候呢 就不要继续跑了 但是如果大于五的话 再去删掉 所以这里的话 我多写一个 就是说 如果这个lex 它怎么样呢? 它大于五的情况底下 就是说 如果这个条件 超过五个字以上 我再去执行这个动作 反字的话 我就不执行 应该了解这个逻辑吧 就是五个字才去删 如果它等于五或小于五的话 那就要不要删 就不删 所以包一个这个逻辑的话 可以避免什么? 避免就是说 你按一下这个动作 它清掉前面的部分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一二三清 清掉这三个之后 再按清除 它就不会再清掉冒号了 否则如果你没有包这个判断的话 它会怎么样? 会继续清 因为这个地方写出来 就是substream 反正几个字 就剪掉一个就对了 所以再包一个 我想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地方是比较特殊的逻辑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们可以在我这个多按钮里面 这个后面有程式 这个 不过这个太小 你按往前推 你可以往前推 在这里 往前推 我的写法 这个是旧的写法 原来是这样的写法 那你在看下一页 就这个 我刚刚写的在这里 所以各位参考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是 比较是属于Java的写法 所以实际上 我讲过在Android跟Java 基本上 其实 学习Android 就等于学Java 所以你Java 底子不好的同学 恐怕你在Android 也会面临很多问题